嗨,大家好,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我种的懒人花盆的菜 各位看,长得很不错吧 有小白菜,地瓜叶,还有白线菜 然后各位看,是不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长得不错 所以用这种宝特瓶来种蔬菜也是相当的好 那今天我准备来采收这个白线菜 还有把这个小白菜也都把它采收 为什么呢?因为我有遇了很多白线菜的苗 那我想说把这些菜剪一剪 才有空间来种这些白线菜 来,白线菜这边看得到吗? 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苗是不是非常的多 而且也长得很大了 所以我必须赶快把它做移植 这样它才会长得大 那我先来把这个小白菜和白线菜把它剪下来 那白线菜我只剪没有剪到底 就是要让它继续长嘛 所以我只剪上半部留一些 给它继续长 好,就这样 好 再来就是我说要采小白菜嘛 这边把它采一采 小白菜 感觉还蛮粗壮的 粗壮 哦! 各位看 一盆中一颗就长得很大 还有另外一个顺便剪一剪 好 各位看 两颗小白菜 懒人花盆种的 是不是很漂亮 好,那我就把它放在旁边 好 接下来我就来把这边整理一下 那要来那个种白线菜 我想把它根先弄起来 好 这边也整理一下 这些先拔起来好了 有一些杂草也把它除一除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种白线菜 这边 可能种四颗就差不多了 可能种四颗就差不多了 刚才那个只有三颗就已经长那么大了 所以种太多颗可能怕营养会被分散 那我们就种个四颗就好 那这边也一样 先找比较大颗的先来移植 出来 看看 试着 会一定要用 好了 你 好 看看 你 好 也是四颗 这样子就好了 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两盆都种满了 那地瓜叶就暂时这样子 因为也还没办法吃到 因为还有很多菜要先吃 那这就先让它继续长 那这个这边的白线菜 我没有把根拔掉 让它继续再长 还会再长一些叶子出来 也还可以再采收一两次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懒人花盆种的蔬菜 真的是好漂亮 然后再另外再播种一些新的苗上去 那影片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大家 拍摄